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获得金牌的是中国李岳阳 因为毕竟是狗狗狗狗狗 身上来也会有些商品 也将近萨茜茜 在打完2021年全国队狗狗 现在为队狗狗狗狗狗 因为广队在自己家中不大 所以感觉到就不一散 感觉自己没有忘记 鼓舞烊力 所以你取得了自己的专门感觉 现在也只有光鲜亮丽的一面 被你们看见 一路走来很不容易 但是此时是值得的 我觉得如果你热爱武术的话 就坚持下去 因为十年摩一见 坚持就是胜利 走在场上敢打敢拼 我老清楚 就会有好的成绩 我的手现在已经 伸不太直了 我已经使劲了 因为我们常年去抓握 然后包括这个手也是 练刀练棍练枪练剑 其实都是这样的 有武术还是蛮苦的 从小就开始压腿压筋 然后到了后面 结合了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 所以要每一个都要练 而且我们还要练精气神 你的眼神都要练 在自己的家乡法 然后做的精神 我感觉就是意义 还是比较重要的 一场作战 然后一场场 它这个气氛 然后是背一样的 然后我一直在努力地调整 然后让自己把这个气不要太服 我要停下来 然后好好地在自己的动作里面 然后也没有想这么多 只是想好好发挥 也没有想这么一天 或者是三连过影 什么东西想 我们三打队是在杭州一块集训的 每天在训练场上 那种氛围 那种气氛 一直感染着我 就是有时候你非常非常累了 但是你一转身 看见别人 还在玩命的训练 你当时那个疲惫感完全消失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对得起进台 三打需要发展 很多人都热爱三打 我觉得我们站在队台上 展现自己 也是在推广三打 在赛前呢 确实出现了一些小的问题 但是作为老运动员 我们能够及时地调整 然后加上国家队的保障 所以在我上场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是 大家给我的鼓励和支持 我们的中标是要 生活及做活动 这种新场的目标 支撑到台北创期 无数源于中国属于世界 希望越来越多人 创到中国创作 谢谢 我的心愿就是 能够再一次站在领奖台上 做场国歌